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财务报告 我们看第三节 利润表 内容是利润表的内容及结构 利润表的填列方法 那先说第一个问题 利润表的内容及结构 利润表它是动态的 反应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 经营成果的财务报表 就在一段期间 比如说是赚了还是亏了 经营成果如何 这个期间可能是年度 比如21年度 也可能是季度 比如说22年第一季度 也可能是半年度 那有的一些国有的一些企业 每个月份要向有关的部门提供报告的 那也有越多 利润表的结构 要一般大致看看 然后利润表的填列方法 就是报表中主要项目的计算 其实这一部分 我们在收入费用利润那一章 也大致都谈过 我们再看看 利润表主要项目营业收入 那这里面的当然涉及到有主营业务收入 有其他业务收入 合在一起的是营业收入 那营业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放在一起 就是营业成本 就是营业利润 里面的是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那税金及附加 比如说消费税 承建税 还有一些液花税等都寄到这里 我们要减去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这是属于期间费用 要把它给扣除 资产减值损失 比如说存货提的提加准备 要在这里面来进行反应 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那些资产 提的减值也是资产减值损失 那对于收入准则 涉及到的合同 履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 提减值也是资产减值损失 还有合同资产减值 虽然是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就是金融工具减值里面说的 但它提减值也是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那这个要知道 再减去信用减值损失 那就说 对于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还有负债 提减值时除合同资产减值之外 剩下的信用减值损失 因为剩下的 其实主要是与信用相关嘛 放到信用减值损失里去 然后加上其他收益 以后单独谈这个问题 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 这一部分给的 当然我们谈到债务重收里面 也与它有一定的关系 其他收益 然后投资收益或损失 那这一部分 我们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 比如说成本法核算 收到被投资单位的现金股利 那你应该这一部分 我们要确认投资收益 按照应识该得到的 那权益法核算根据被投资单位 盈利亏损 那你权益法核算调整是投资收益 当然像股权投资 我们转让 那也是 形成投资收益 那再比如说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那你涉及一些金融资产 比如说 反映到交易性金融资产 反映到贪用车门 计量准备资产 那反映到 其他债权投资 说这一些 那你终止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些投资收益 但是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不行 它呢 正常股利影响损益 别的不影响 那与投资收益 没关系 还有像债权投资 那我们每期 计题利息时 也会影响的 都是投资收益 挺多的 那再比如 像债务重组 那债权人 放弃债权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涉及投资收益 那债务人 要以 债转股的方式 偿还债务 把应付债务 账面价值给充了 那然后 这一部分股份 按照公允价值反映 差额投资收益 这也是投资收益 所以 涉及投资收益的 还是比较多的 那 净敞口 套期收益 或者损失 这个一般的了解 这是与套期相关的事情 我们加减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那这一部分 比如说 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供允价值变动 即到供允价值变动 损益里面去 还有 金融资产中的 以供允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它的供允价值变动 平时的供允价值变动 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还有像交易金融 金融负债的 供允价值变动 那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那这些 都应该要清楚 然后资产处置收益 我们核算的科目 是资产处置随意 那就说 像把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但是包括如果 在建工程 或者一些 开发支出 这些转让 那你正常有价值的 影响损益 资产处置损益 再有就是 处置组 我们处置组 最终转让 终者确认时 影响损益 资产处置损益 报表项目叫 资产处置收益 那这些呢 当然影响的 都是营业利润 然后就是利润总额 是 等于营业利润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那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它是非日常活动的 那其实我们在 收入费用和利润 利润部分 曾经谈到过 那比如说 营业外收入 什么样的情况下 非日常活动 所形成的 如果说 非流动资产报废了 最终要是有利得 那你反映到 营业外收入里去 再有呢 说政府补入 总额法下 政府给的钱着火了 那是非日常活动 营业外收入 就是典型的一些 我们在这里面反映 接受别人捐赠 与这些股东啊 或者股东控制 子公司无关 人给你的 白给你的 营业外收入去 那营业外支出 非日常活动 将非流动资产 报废尽损失啊 营业外支出 那当然还有 就是说 对外一些捐赠 那你这一部分 营业外支出 是非日常活动 而净利润 利润总额减去 所得的费费 那形成是净利润 然后呢 就是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进额 说反映企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未在损益中确认的 各项利得和损失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进额 当我们学完所得税之后 那这个呢 肯定有感觉了 就说 如果产生了暂时性差异 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要确认 递业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也要对应这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最终 其他综合收益裂爆的数字 就是应该扣除 所得税影响的数字 这没有问题 那综合收益总额 净利润加上其他综合收益 税后净格 那我们看第一个 所有者 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交易 比如你接受所有的投资 或者说我们的主体里面 涉及到呢 所有者他们之间让的股份 但是呢 还涉及到往我们主体里投钱 这都是权益性交易 那权益性交易啊 就整个 我们这个期间 所有者权益 比如增加变动 扣掉权益性交易的 那都是综合收益裂 所以我不也说过吗 利润表 现在是全面收益官 也有的把它叫做 损益满计官 满计官 不只是损益的事情 只要收益都算 因此呢 就说 你在理解 其他通过收益时 是怎么个 最好的方式啊 说是不是收益 是 影响没影响净利润 我告诉 那这个 在这之前的 叫做影响损益 那这个 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 不影响损益 它是不影响损益的 那之前 净利润之前 它就影响损益 所以就说 是收益 但不影响损益的 那你就想 其他综合收益的行为 这是关于 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 当然我们 其他综合收益 分呢 以后期间 有的是 不能充分类进损益 还有的是 以后期间 满足条件时 可以充分类进损益 那这部分内容 其实 在所有的权益的一章 是谈过的 我们再看一下 以后会计期间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主要包括什么 说重新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你重新计量 这是属于 设定受益计划里的事情 那 告诉 不行 不能定损 说权益法下 不能转损损的 其他综合收益 那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还有 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请其变动 进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引起自身信用风险变动 引起的供应价值变动 这都我们前面都见到过 所以 如果说被投资单位 涉及到不能重分类 进其他综合收益 那投资方 就是以后他不能进损益 投资方 由此权益法核算 确认了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把长期股权投资 转让时 也不能进损益 要跟他保持一致 那第二是 以后会计期间 在满足规定条件时 将重分类尽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那这个呢 你像其他债券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那你像金融资产 重分类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 其他债券投资 稀有减制准备 先进流量淘气储备 外面报表折算差额 还有呢 向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这都是啊 那当然说 被投资单位的 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 他的资产减少的时候 处置资产 可以转损益 那我们就转 投资方有此确认 其他综合收益也转 第二 有关项目说明 我们看说 研发费用项目 这报表上 那现在呢 是非常注重研发呀 那如果说 一个企业有发展潜力 不注重研发 肯定是不行的 你感性就 你可以查一查 我们的华为 他一年的研发费用 有多少 很高 那研发费用 反应企业进行研究 与开发过程中 发生的费用性支出 费用化 以及进入管理费用的 自行开发 无形资产摊销 就说你以后 研发这一块 形成无形资产的 以后摊销时 报表上也放到 研发费用里去 那这个项目 根据管理费用科目下 研发费用明细科目的发生 以及管理费用科目下的 无形资产摊销 发生了分析填列 其实我们对记录这方面 规范有点多 就是哪个科目 你说原来没有 研发费用单列时 都是管理费用没问题 你在管理费用里核算 现在我们报表上 也有研发费用 那如果你科目 设置一个研发费用科目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那没有 我们现在说还是管理费用 因为原来说的是管理费用 说你利润表变了 我没变 大家就还在这反应 所以时步中有人提 说是不是我就设一个 研发费用科目 核算这个过程 其实挺好 但考试还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管理费用下 比如说 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题目还是转管理费用 科目核算是这样 报表上叫研发费用 那叫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费用 因为有利息费用利息收入 我们要单说 那这个确实单反应是合适的 别到时候一充钱好像没什么利息费用 那这个利息费用项目 反应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 而发生的应于费用化的利息支出 当然我们也知道 利息有的费用化 有资本化 这个项目应当根据财务费用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发生了分析填令 那财务费用项目其中项以证出填令 就是证的 费用就费用 利息费用就证出填令 再有呢 是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收入项目 说反应企业按照 相关会计准则确认的 应充减财务费用的利息收入 我们有利息收入 那也都是以证出的填令 第四是其他收益项目 说这个反应 进入其他收益的证出补助 以及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 且进入其他收益的项目 说这个项目要根据 其他收益科目的发生和分析填令 那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 那根据所得税法 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 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收益 在这个项目来填令 就是说你扣缴个人所得税 那要给点手续费 鼓励财务人员认真的执行税法 那这一部分你站在企业角度来说 你先要把它反映收益 那至于如何去把这部分钱给财务人员 那你按照职工薪酬的方式去处理 那下面第五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说反映起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产生的利得损失 那这项目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发生额来填令 单独有这么一项 净敞口套期收益一般的了解 第七呢是信用减值损失 说反映企业按照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要求计题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损失 那就根据信用损失科目发生额天理 这是信用减值损失 那下面呢是资产处置收益 说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当然了金融工具长期股价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出外 因为那一部分像金融工具 那你影响的不是资产处置收益的问题 最终处置是投资收益的事情 处置组呢自公司和业务出外 这个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 说以及呢处置未化分为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 再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产生的处置利得会损失 所以我们也谈到 你正常有价值的把 把有价值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转让了 最终影响是营业利润 但是资产处置损益嘛 去进行反映 营业外收入 说的反映 企业发生的除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与日常服务动无关政府股中 现金盘盈 捐赠利得 那就根据营业外收入发生个田 但也说来自于股东的这一部分捐赠 那我们不能放到营业外收入 要算它的资本性投入 寄到资本公司的资本溢价 或资本公司股本溢价里去 营业外支出 那反映除营业利润以外的支出 我们有公益性捐赠之处 着火了非常损失 固定资产盘亏损失 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等 应该要在这里面来反映 之后呢就是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我们有一个终止经营的 那你终止经营这一部分呢 影响损益 终止经营损益 那你正常的是持续经营的 影响持续经营净利润 第十二呢 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这项目 我们利润表上反映的是 当其的一个发生果 说你会注意到 其他从而收益三张表上都有 就是利润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资产负债表都有 就是这三张有 我们别说现金流量表 那对于利润表上 反映的是一个发生额当期的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反映的是一个变动的过程 变动数 由年初到期末 如何发生增弦变动 那你资产负债表上呢 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期末余额 所以这个项目 当成根据 它的发生额 来进行分析填列 第十三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 供应价值变动 就是说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担 自身信用风险供应价值变动 不能进损益 要进损益会出问题 那是放到其他总额收益 也谈过 这个呢 是不可以转损益的 不能转 第十四 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这反映企业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进入其他总额收益的 债权投资 发生供应价值变动 那这一部分也是啊 就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发生额在这里面反映 第十五 金融资产充分类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那比如说我们贪于成本 计量金融资产充分类为 供应价值计量企业 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出现的差呢 反映到其他综合收益里去了 那在这里面来进行反映 这利润表 第十六呢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就是说其他债权投资 体减值 我们也谈到 你不能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账面价值 因为其他债权投资 它是要能公允价值计量的 那树是不能动的 那供应价值变动 寄到其他综合收益了 所以提减值时 反映到信用减值损失 同时对应的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那我们的项目叫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那你就根据呗 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这科目发生了铁链 第十七呢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那这个项目反映起 套期工具产生利得或损失中 属于有效套期部分 其他综合收益 那根据他就分析填列去 接下来一个问题解答说 其他收益项目包括哪些内容 我们看主要都包括什么 那一个是政府补助与日常互动相关的收益 这是其他收益 比如说 我们把增值税交上去 那政府就给我们返还了 或返还一部分 那就在这里面反映 那或者说 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补偿以后的 我们是总额法核算 你收到时反映低延收益 以后摊销的时候 那放到其他收益里去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总额法也一样 那你收到的时候 低延收益 以后使用这项资产生产产品 这次人商活动 摊销时其他收益 那第二个 收到税务机关的扣缴税款手续费 我们前面也谈过这个事情 那税务机关给钱了 我们要反映到其他收益 再看第三 说企业抄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 或者为安排残疾人就业 做出显著成家规定 收到的奖励 也是来自于政府的 白给的 那这种情况 你就想来自于政府的行 又不是 有的是政府补助那边 所规范的那些东西 那有的人说 残疾人就业 我给你 奖励的 这些其他收益 我们看第四 债务重组业务 债务人应付债务账面价值 与抵债 非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那这也是其他收益 我们也谈到了 你要是非金融资产 那还有说债务重组混合重组业务 那抵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 权益工具 这些差额 也就是说 如果说债务重组 抵债的资产 有这种金融资产 也有非金融资产 都抵债 我们就是账面价值 差额就是其他收益 只有说你纯的 用金融资产抵债 应付债务账面价值 和抵债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差 才是投资收益 否则的话 只要是有非金融资产进来 那我们影响损益的 都是其他收益 但是这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抵债资产里 涉及到有其他债券投资 原来公允价值变动 确认有其他总和收益 按照这个说法 我们影响损益的 都是其他收益 那你也只能把 其他总和收益 转到其他收益 那当然要是属于 完全是金融资产抵债 那你其他债券投资 原来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的其他总和收益 肯定是转投资收益的 这是说这个项目 核算什么 我们要清楚 接下来我们看 19年的多选题 而下列各项关于财务报表 列报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收到的扣缴个人所得税款 手续费 在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没问题 扣缴个人所得税利润表上的 其他收益里取 B 出售子公司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在利润表资产储置收益项目列报 那你子公司卖 子公司是反映长期股权投资 相当于储置长期股权投资 那这种情况的影响的损益是投资收益 这并不是资产储置收益项目 再看C 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在现金流量表中作为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那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现金流量表部分再说 就说呢 现在是政府补助这一块 我们得到现金 不管它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还是收益相关的 把这个呢 全都作为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去列报 所以这也是对的 那我们再看D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超过一年到期 且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 以供应价值计量 请其变动 进入当期所言的金融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中 作为流动资产列报 那你这个超过一年的 我们就作为非流动资产 因为它是金融资产 所以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项目去列报 而并不是流动资产列报的 所以这个A和C是正确 那我们接下来看 营业利润计算的一个题目 假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15年发生的有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那一个一个看 销售商品收入 那这个营业利润肯定是增加的 截转成本 那这个呢 营业利润当然会减少 因为你要转到费用里面去了 而当期应交纳的增值税 1060 那你增值税是个价外税 与我们的损益没有关系 有关税金级附加 这是在利润表里面 有那么一项税金级附加 所以这一百呢 营业利润会减少 下面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当期市价上升320万 那你市价上升 要反映到供应价值变动收益里去 当然它的营业利润会增加 这个要加上它 其他债权投资 当期市价上升260万 这个呢 寄到其他综合收益 与营业利润无关 第三出售 一项专利技术产生收益600万 你把专利技术给卖了 那这600万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 报表项目资产处置收益 那这个影响营业利润 所以营业利润会增加 第四呢 既提无形资产 简直准备820万 我们要把它寄到资产 简直损失率 使营业利润会减少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项目影响 不影响营业利润 假公司交易性集中资产 及其他债权投资 在一五年末 未对外出售 所以它有一个持续供应价值变动 收益的问题 那最后营业利润就这些数字 该加加该减减 我们算出地式证券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利润表 那利润表呢 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些主要项目的计算 比如说典型的营业利润的计算 我们也关注一些主要项目 反映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其他收益 反映什么内容 这些要很好的去掌握 那我们下面看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 那这一节内容呢 是现金流量表内容及结构 现金流量表的填列方法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及程序 其实我们主要关注的 就是给定的事项 到底是哪一类现金流量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现金流量表的内容及结构 先是现金流量表内容 说事实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的报表 那现金流量表里的现金呢 比较特殊 是设计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什么是现金 是不是说资产负债表 货币资金一定都是现金 不一定 我们现金要求是可以随时支用 说事实企业库存现金 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 你不能随时支付的也不行 不能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 不属于现金 比如说我们银行存款 已经被什么法院给冻结了 那这就不行 提前通知金融企业 可支取的定期存款 可以没问题 那现金等价物 市值企业持有的期限转流动性强 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 那价值变动风险很有的投资 那对于现金等价物 一般就认为说 从购入日开始计算 三个月内到期的债件投资 就是现金等价物 通常包括 一定是从购入日开始计算 不是说编表日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买的债件 是在 11月1号买的 一共是五个月 说你到12月31号的时候 还有三个月 那不行 你购入日开始计算是五个月的 这是关于现金等价物 我们看20年的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里面说 应当作为现金等价物 劣势的事 18年12月31日 甲公司持有的投资包括 一持有联英企业 以公司35%全 那这不是现金等价物 联英企业30%股权 那应该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的事情 第二个呢 持有子公司 秉公司60%股份 那你这60%对子公司控制 也是长期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 那不能当然把它作为现金等价物 因为这里面概念 期限短流动性强 易于转换一支金和现金 那才可以 那我们看三 持有的五年期国债 那你国债五年期 不能说国债随时转让 那国债 你要是随时转让 利息也不免税 所以这个不是 那持有 丁公司发行的期限 两个月的短期债券 那这个满足他的特点 所以 所持丁公司发行的期限 为两个月的短期债券 那他应该作为现金等价物 C是正确的 那第二是现金流量表的结构 现金流量表分为正表 和补充资料两部分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有正表 按照现金流入 流出原因分向劣势的 还有补充资料 主要内容是将净利润 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那怎么个调法 那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知道 如果说 用银行存款购入 两个月内到期的债券 它不影响现金流量 因为它属于 都属于现金流量中的现金 这也要知道 那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现金流量表的填列方法 那现金流量表里的现金 是分为有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 这是属于现金流量的正表部分 每一个都是按照流入流出来反映的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你看他怎么说的 经营活动 是指企业 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 以外的所有交易和事项 那就说用的是一个排除法 如果说确定了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 那你剩下的就是经营 不同行业 经营活动的差别很大的 比如你机械制造 旅游服务 差别很大 我们也不可能说 那干脆一个行业 一个行业说 经营活动能包括什么 但是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 基本比较确定 比如我们后面看到 投资活动说 非流动资产 像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它增减变动 影响现金流 还有典型对外投资业务 增减变动影响现金流 这些基本都确定 你看什么行业 企业的固定资产核算 无形资产核算 长期股价投资核算 基本都一样 那筹资活动 比如涉及到 短期借款核算 长期借款核算 涉及接受所有者投资 向所有者分股利 基本都一样 因此它用的是一个排除法 包括销售商品或提供老物 当然现在一般说的比较多的提供服务 无所谓 那购买商品接受老物 收到返回的税费 经营性租赁 支付公司 广告费 交纳各项税款 这是经营活动 我们看第一个 是销售商品提供老物收到的现金 那它反映的是一个收付实现制 我们本期销售商品提供老物收到现金 这要算 以前销售商品形成的应收账款 我们现在收到了 也算 反正你与这个相关的就行了 那我们本期有预收的这一部分款项 比如反映到合同负债 或者另外一部分是应交税费代转销项费额 这些都算 那如果说因为退货 我们要给人退钱 那你从总的里面要把它给剃除出去 那企业销售材料 代购代销业务收到现金 也在这里面反映 叫销售商品提供老物收到现金 第二个是收到的税费返还 那也是有现金流 我们把增值税交上去 人家返还了 收到的税费返还 也在这个属于经营活动里面来反映 第三的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那比如说有罚款收入 还有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出租了 收到的租金 那再有说流动资产损失 比如存货发生损失 有关人员给赔偿了 或者保险公司给赔偿了 这些都算 有其他 第四 购买商品 接受老物支付的现金 这是属于经营活动主要的现金流出 同样的也是要体现一个收付实现值 本期购买商品 本期支付现金 没问题 在这里面 以前收购的行程应付账款 我们现在偿还了 在这里面 那我们本期预付供应单位的款项 购买商品 也在这里面 同样有退货 那这一项要把它给冲掉 这是一项 然后我们再看第五 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那这个项目反映支付给职工的工资 那奖金 薪金啊 说不包括支付给离退休人员的工资 还有在建工程人员工资 离退休人员的 如果说还是由你企业付的话 不是由你企业付不管 你走向社会就不管它 那你企业这边如果还有支付的 这种情形 那是支付的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对于支付给在建工程人员的职工薪酬 那考虑到呢 这一部分在建工程人员的薪酬 是记录工程成本 会形成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 那我们应该算了投资活动 也就是说它影响到了 非流动资产增减变动的现金流的 那算投资 那第六呢 支付的各项税费 这里不包括 计入固定资产价值的实际支付的更地占用税 如果说你计入到了固定资产价值支付的 最终算了投资活动 那这个呢 没有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可以 也不包括本期退回的增值税 所得税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要是收到退回的增值税 所得税呢 算收到的税费返还 算经营活动 在那里面反映了 我们再看七 支付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那还有别的 支付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 保险费 罚款支出 那叫支付的七趟 下面我们看提示 对于自然灾害损失和保险赔款 如果能够确实属于流动资产损失 那就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那要是固定资产损失 算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那比如说明确的 这保险是属于你的固定资产的损失 或者有的是存货的损失 分清的 流动的 那是基因活动 那要是固定资产的 因为它是涉及到相当于 非流动资产增减变动影响的 那就投资 在一个企业收到的 政府补助 那按照现在的说法 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你收益相关 就是政府补助收到的 都是在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反应 也我们放到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现金项目 一般我们考试时呢 往往可能不过多的强调说 此项目是什么 你只要能够判断出 到底是哪一类就够了 比如经营活动 的流入流出 投资活动 或者投资活动的 流入流出就行 那第三 企业交纳的残疾人保证金 那你企业交纳了 那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现金 也算了经营活动 那我们下面看 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20年度发生的 管理费用为2200万元 其中以现金支付 退休职工统筹退休金 450万元 和管理人员工资是 950万元 存货盘归损失25万 既提固定资产折旧420万 既提无性资产 贪销350万 以现金支付保险费5万 说甲公司20年度 应在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现金项目 反映的金额是多少 那我们你可以一项一项来看 就付现金的 说哪些是支付的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就可以 那比如我们这里面 现金支付 退休职工 吐出退休金450 那是支付的其他 这退休金这部分你付的 管理人员工资 那是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存货盘归25 GT固定资产 得救420 无性资产贪销350 根本没有影响现金流 你不用管它 然后以现金支付的保险费5万 那这个算支付的其他 那这个算支付的其他 这个455呗 就是450加5455 那另外一种方式说 管理费用一够两价 你把这里面 并不属于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给扣了 也行啊 你看支付管理人员的这部分扣了 那对于这个存货盘归损失 固定资产折旧 无性资产贪销把它扣了 因为这些没有影响现金流 也一样455 那我们看第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那什么是投资活动 大的方向要清楚 说市值企业长期资产的构建 和不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投资及其处置活动 就是长期资产的构建 那比如说 我们要是买专利支付现金 那属于投资啊 流出去了 卖设备 固定资产 收到现金 这都是长期资产 另外是 不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投资 及其处置活动 因为你要含在现金等价物范围的 它不影响现金流 不属于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 比如把长期股权投资转让收到现金 然后我们购入的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支付现金 这不都是吗 对外投资 买的债券投资支付现金都是啊 还有因为我们有股权投资 从被投资单位分得现金股利 这都是与投资相关 所以形成的是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那我们看第一个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说这个项目反映企业出售 转让或到期收回 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 那这一部分对外投资收到的现金 我们把交易性金融资产转让收到现金 把债券投资转让收到现金 把其他债券投资转让收到现金 那长期股价投资转让收到现金 这都是 那这里面啊 就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不包括债券性投资收回利息 那你要收回非现金资产肯定不算 因为它不是现金 还有说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金额这些都不算 那就说处置子公司其他单位营业单位 收到现金金额我们后面单说它 那对于 债券性投资收回本金 在这项目反映 利息我们单独有一项 也是属于投资活动 但是呢叫取得投资收益到的现金 因为它算一个取得的投资收益 在那个项目去进行反应 那就第二个呗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说这项目反映企业 因股权性投资而分得的现金股利 那你分股利放到这里 它属于投资收益 那债券投资取得利息收入也在这 股票股利不影响现金流不算 一定影响现金流的才算 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说第三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而收回的现金进货 就把固定资产给卖了 无形资产卖了 收到现金进货 那比如说 我们卖这个设备 收到现金一万块钱 但是我又支付一些清理费 八千 那就两千 但也可能会说 我卖这个设备 收到现金是一万 结果清理过程中 付了一万三 多了 那就变成负的了 所以如果说 收回的现金进货是负数 那不是收到 就在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去进行反应 放到那去 所以这个项目说 出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 如投资性房地产 这我说一下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转让了收到现金 到底是属于经营活动 还是投资活动 那我们的准则讲解 当时谈到说 是属于投资 因为它是非流动资产 但是实物之中 你要看具体情况 那如果说一个企业 把自己办公大楼出租 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那你这个把它处置时 肯定是属于投资 没什么好商量 但房地产开发业就不同了 他要把自己的商品房出租 以后又卖了 你要自己卖商品房的现金流入 肯定是属于经营呢 那你说把商品房 我租出去两年之后再卖 算投资 也不合适 也应该算经营 所以要看情况 那考试时 如果真的要说 说是房地产开发业 将出租的商品房 对外出售收到现金 应该算经营比较合适 算经营活动 但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 说房地产开发业 把自己的办公大楼出租 最后卖了 那一定是投资活动 我们看第四 处置子公司 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金额 是把子公司卖了 或者其他营业单位 给卖了 那收到的现金金额 那比如说 先说营业单位 个别报表上的事情 我们有一家分公司 现在把这家分公司给卖了 我们收到现金 假定说是一千万 而这家分公司 自己本身有现金 九百万 那实际上 他把那九百万也带走 我们真正收到现金金额 一千点九百 这里面填一百 这么来反应 但是 如果说我们卖了一千万 这家分公司 本身有现金一千二百万 你不要说 你是胡说八道吗 我收一千万 他有现金一千二百万 我平时卖了 他还能有负债呢 比如说他的净资产数 只值九百万 我收到一千万挺不错的 那这种情况 你收到一千万 但是人家带走了一千二百万 相当于我支付了 少了你这个主体 所以这种情况 如果是负的 就支付的其他 与投资活动有关现金项目 去反应 所以这是个别报表上 涉及到的营业单位 但是我们跟他处置子公司 道理跟他一样 处置子公司这种情况 说的是合并报表上的事情 比如说这家子公司 现在有现金二百万 我把子公司给卖了 卖了卖三百万 那你当然了 你要说从母公司 个别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 转让收到三百万 没问题 就是三百万 投资活动 现金流入 但你从合并报表上 我合并报表上呢 总体上收到三百 但是子公司带走二百 只剩多少 只剩一百了 那如果说子公司 原来的现金 原来的现金 如果是四百 你这边卖的收是三百 最终相当于一个支付了 少了合并报表上 你收三百 人家带走四百 那你处置 这就亏了 那我们下面看 这个单选题 假公司出售一子公司 收到现金是五百万 该子公司的资产是一千万 其中的现金 及现金等价是五百一十万 你看这收到五百 结果它就有五百一 然后它的负债总额呢 是五百二十万 你想总资产一千 负债五百二 净资产 那就四百八 收到现金 卖了五百 请合算 那这一块呢 实际上相当于支付了一个十万 我们看正确的是 A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金金额十万 那相当于能够支付呗 B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现金金额 负十万 我们不这样反映 叫支付 那不是以负数形式体现 C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现金金额五百 这也不对 然后呢 D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现金五百亿都不行 最终要是付出的话 看支付 按照金额反映 所以A是正确的 第五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现金 那都是有些其他的事 如收到购买股票和债券时 实际支付价款中包含的 以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 或以到负义机尚未领取利息 就是说原来我们是反映到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了 你现在实际收到 那就放到这个项目里面来 还是与投资相关的 然后第六 这是投资活动现金的流出 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那你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付钱了 或者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 提示 一 不包括为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而发生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部分 那第二个呢 说这一部分资本化的 我们算的筹子混 在分配股利利润 长付利息支付现金项目去反应 也就是说支付利息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准则把它认定为 影响债务规模和构成 算的出资 所以利息呢 将来支付时是减少应付利息 因为一般我们短期的通过应付利息 核算利息呀 影响债务规模和构成算筹子 而不管这部分利息 对应的到底是费用化资本化的 全都算筹资 所以这块就不包括 借款利息资本化 第七 投资支付的现金 那我们进行投资 当然付现金了 那这个项目 投资可能是属于权益性投资 也可能属于债权性投资 我们反映是支付的现金这个数字 那包括企业取得的 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资的金融资产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都算啊 说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其他属于金融资产 长期股价投资 以及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都是投资支付的现金 那第八 取得子公司 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金额 那这个我们是现金支付 可能是营业单位 也可能是子公司 但是同样这种情况 也可能是负数 比如说我们支付的现金金额 是负数 就得再怎么办 再收到 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现金的项目 去进行反应 那跟前面的道理类似 比如我们看下面这个单选题 假公司 以二百万元的价格 购买饼公司的一家子公司 全部以银行存款转账支付 该子公司的净资产为一千九百万元 其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呢 是二十万元 那假公司合并报表中 取得子公司 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现金进购 那我们现在 购买的时候付出去是二百万 买了一家子公司 而这家子公司给贷进了二十万 因为你合并报表 母子公司个别报表相加 进了二十 你说你相当于在合并报表上 一会多少 那就支出一百八 所以要反映的是金额 那如果说有子公司购买 或者卖掉 要看清楚 他说的是合并报表的时候 还是个别报表 你要个别报表上 反映那个二百万的时候 这是说的合并报表 按进额反映 一百八十万 第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比如说企业 购买股票债券时 实际支付的价款中 包含的以宣告贷 尚未发放现金股利 或者说 已到复义期尚未 领取的债券利息 那你实际支付相关 就支付的其他 好